titrage Société Radio-Canada 台湾人如果說過貴身的時候 要如何都可以說 其實這個很囂張的事情 我是會記得我去找我的家庭科醫生 他第一次就跟他們說你有Advanced Director 還是說對我太太去教育第一次你有Advanced Director 有些人都不知道 以前是說現在有這個華美人這個學會 在幫人幫忙解釋 在這個方法後用漢文寫 所以很多人對英文不說很舒服 我剛才聽到NATMA的文化學會長 翁英掌Nanis Wong 他在很多時候有說這些事情 我去找他 我就說換你一趟來講 說一說他說 威力沒道 威力一直在港幣 非常solid 所以他跟Lori來講 Lori跟他電話道頂 都去講的是電話道頂 我對我們的學會的時候說起來 我要找的人用台灣話的講 前後就說Lori是台灣人 現在在學會講台灣話 所以現在請他來講 他大概會介紹自己 他在這方面社會服務做很大 所以要請請 謝謝 感謝我們雅學長對我來介紹 請拍謝我沒有做很大 我今天是要來跟大家學習 我來做所教養 我對於台灣人 我是台南人 然後用台灣的學會來講這個 presentation對我來說很挑戰 所以等一下一定會留一些漢物 法物請大家包含 今天你的講題是 生命關懷 安心無憾的決定 禮拜祖母介紹之前 我想要請問各位 現在這個 這期是什麼時候 現在 December是 聖誕節要到了 我那天去買一些包裝 包裝的材料的時候 那小姐跟我說 你內部都準備好了嗎 因為我買十幾個地 我要回到台灣跟我們家的人過幾個 買比較漂亮的包裝材料 我說 差不多 我說你準備好了嗎 那小姐說 我還沒開始 不過我已經在想了 所以 不知道在做 有什麼人已經最好買什麼禮物嗎 最好的拿手 還沒最好的一位 都沒在想的就是春的 有一個都沒在想的 好 所以我們人生有很多決定都要做 來 繼續 來 再來 好 我主要介紹 剛才她說的一點 我個人在美國 參與很多不同的社團 在做一些生命物質管法的運動 在社區 在辦社區的工作 然後 今天你的講座內容 就是 我會說一些台美的華人生命危機的關係運動 等一下 還會跟大家分享 王姻仔 Denis Dr. Ong 醫師 他在 11月19日美美醫院的一個短獎 再來 我會介紹 這個安心卡 和安心茶法 這是在12月15日 在家音社 他們跟我們合班 一個安心茶法 就是在玩這個撲克牌 特別的撲克牌 來開啟我們的溝通 再來 我希望有機會可以跟大家稍微演練一下 那我做志工的過程論感 我是受美華執心關懷聯盟的訓練 我今天來到這裡 不是代表聯合一個機構 是我個人跟大家來這裡參加 參加我們PASA的過程當中 很高興、很感恩 有這個機會 在這裡跟大家學習 也很希望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社區做什麼事情 我就是分年後 36分鐘的分年後 我就去不同的醫療機構 在做安寧反和療婦的志工 雙餘志工 我盡量是希望可以關懷到 我們公台府的或是公法府的名人 再來就是做生苗劇 社區教育的選檔園 還做安心卡的 安心炒法屋 再來我個人也是在家裡有辦 社區的特殊會 剛才我一個朋友全天 拿很多巴掌來 他就是我的委員 我們很高興一年 在世界作為特殊文書 一年特殊文 也歡迎大家來我們島 特殊文學的書 歡迎大家來用中文 再來呢 好 今天 本來大家是看電影的時間 所以我在想說 唉唷今天要怎麼讓大家 也享受看電影 因為我個人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背景 不過我今天請很多大人物來 所以讓大家來看這個大人物 怎麼跟我們講 最開始就是 要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 這是我去網路去找到的 我們台灣已經通過 醫療醫療 病人自主權法案已經通過了 所以開始可以實施 不好意思 我會換來換去 我放在手機裡面 大家來看一看 大家來看一看 還要讓大家 欣賞一些功課 如何開始 大家就知道台灣 就是 法律法院也修法維護病人自身權益了 知識立法院上週三讀通過了 病人自主權利法 讓民眾可以預立醫療決定 未來只要經過醫師確認 病人的病況屬於末期 或是永久植物人等等 可以依照患者預立的決定 撤除衛生器具 將在三年後 2019年的1月1號上路 新法實施之後 也為了讓病患可以了解自己的病情 所以享有選擇或拒絕醫療的權利 所以未來醫師也不能夠再協助家屬 隱瞞患者病情了 否則是違法的 而病人自主權利法明定 年滿20歲 新智成熟者 可以向醫療機構諮詢 預立醫療決定 例如說 要不要使用葉克膜 或是插管等等的維生器具 當遇到病症末期 不可逆昏迷等等的情況 醫師就可以依照病人預立的醫療決定 來撤除衛生器具 這是台灣的法師 最近的新聞 剛才大家有聽到說 隱瞞病情的事情 我就曾經發生的 我一個讀書會的會友 在討論 我最愛日本的讀書 書本在說一些集中癮的事情 當然都說到一些生死 一個女生討論到最後 要一直努力 因為她想起到她媽媽 在台灣要離開之前 她是中癮 說她都不跟她媽媽說她的病情 然後讓她媽媽多辛苦三年 說在那裡很傷心 實在這就是因為她不是故意 她也是愛媽媽 我們其他人也只能安慰而已 所以這個事情 現在台灣已經通過這個法令 讓我感受很親密 就是說我開始做安寧療婦 這個凡兒良婦的志工 開始來參與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在頭上的人 這樣努力的在推動這個事情 都是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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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說 我們外面的地方也好 我們以前千金蠻 我們也早知道的事情 我們都可以化為一個祝福就對了 所以我記得在台灣的時候 先說美法主心創辦人 我在這個地方美法主心受訓練 那她呢 那她呢 一年前是怎麼創辦這個教育單位 要建立一個生命末期的社區 是有尊嚴 然後被尊重有意義的社區 就是因為她自己的爸爸 在台灣那時候打鼻 然後進去教學北方 她自己在美國是讓你認為 她趕回台灣 看她爸爸這樣 她跟她想說不要再跟她爸爸吵說 不過那時候台灣 趙可思博士是不會唱這裡 推動安靈領父母 那時候也沒有 所以她雖然是醫護人員 她在台灣看到 她知道怎麼對她爸爸最好 她也沒辦法 所以她爸爸在教學北方住了一年 一年 那身體又辛苦 所以她就回美國 就創辦這個美法主心關懷聯盟 她的名字叫Sandy Sandy Chen 所以我也很感恩 她其實是這個運動裡面的其中一位而已 還有很多人也是這樣 會過程投身進來這裡 然後我們再繼續 我們再繼續 再繼續 來 阿哥有一個 阿哥 阿哥 我說喔 請很多位大人來 還沒出場 來 還有一位 好 好 我再開始先說這個好了 我這一季是怎麼請一位會長 讓我以前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我們爸爸近年的三位 突然間即興勝率的時候 進去培養 我向來趕回去 他就隨便去家戶病房 住了七天 我回到台灣看我們爸爸的時候 我就很辛苦 因為自己在這裡做寄港服務 我們爸爸是很不愛說這個事情 現在很多年我一直找機會要跟他說都沒辦法說 我先看到他的時候 寄港也在鼻尾管也在 呼吸器就是還好是用那種呼吸罩 也不知道繼續是怎樣 就是這個生命三條三條都在 那時候我們爸爸住在家 給北方住到第五天的時候 有一個醫療決定醫生要叫我們做 我們到六個兄弟姐妹 就是有意見不一樣 尾手呢 我們就是開家庭會議 然後醫生主持 我們用刀票的方法 這決定說我們爸爸的醫療要繼續怎樣 尾手很感恩 尾手他出獄 我們刀票我們哪是少數要服從多數 不過我在這個過程 我也覺得很辛苦 我們兄弟姐妹本來感情也不錯 但是這個事情 有時候總是會個詞幾件 大家都是愛 在那時候感情的拍拍很不好 我也聽到說有人是大 都沒有說話 有爸爸家我也聽過 所以真正是希望我們爸爸 他願意自己開水公 所以我一直為他記得這桌回去 我每月回去都看他有點心比較開 因為那是三個的事情 他四個的車就出獄 然後這個機場我還要走台灣走兩次 然後我漸漸拿這個卡給他玩 還給他看事前醫療指示 告訴他 然後他有一次給我問說 你跟我說這個要做什麼 我說 因為我要跟你聯繫 因為我在這裡做社區宣導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八月車 要來美國在珍愛學會 有辦一場社區講座 因為我會說那個 我說爸爸我為了要回來看你 我都沒辦法準備 所以你一定要幫我幫忙 我先跟你聯繫 我待會去那裡才知道怎麼說 不然我一會去西餐 這樣我很吃辣的 我很抱歉 所以我就說我是要練 你幫我教我 我剛才說不好 但是我相信我爸爸有疼你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也很感恩 今天也是給我一個練習的機會 感謝大家 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在台灣 這個也是報道說 今年的 這是 這是 今年夏天 我去網路去查的 只有15%的 末期病人受育力醫療醫阻的 我們要怎麼減少無效醫療 真正就是要自己 像我爸爸的事情發生 他沒說 我們村的都這樣吵吵鬧鬧 吵成一堆 大家都覺得 大家最正的 很實在是 真不好的事情 要怎麼做無效醫療 這很重要 要怎麼減少無效醫療 很重要 這就是我去查一些大人物 投身來做生命關懷運動的一些人 所以我也是希望在這裡可以 跟大家分享 我查到這些資料 柯醫師好像要來過我們台灣會館 我來跟 我查一個柯醫師 柯文哲醫師 現在是我們台北市長 來聽看他怎麼跟我們說 好 柯文哲醫師 柯文哲醫師 等一下 我先把它調過好了 我們先看 玉利醫療醫師的保分 好當生命快要結束的時候 很多人在病他 以這個維生設備是勉強的延長生命 不忍受痛苦而家屬呢 就是也非常的心疼 國內有18萬人簽署了 玉利醫療自主計畫書 希望能在生命末期的時候 不做無效的治療 尊嚴的說再見 遺固的毒物權威 林潔朗的妻子 也簽下了自主計畫書 他說就怕 林醫師認不出他的樣子 在他臨終的時候 不想插滿管子 我還特別照待我的孩子 我不插管 為什麼 因為我告訴他 爸爸記得我的樣子 就是現在的樣子 你不要讓我做了一大堆的醫療 這樣爸爸不認得我 等一下見錯人了 用什麼樣子說再見 談論詞已經想好了 自己是護理師 而丈夫在臨終的時候 插滿管子 是他心中最大的痛 疾病走到末期 很多患者已經沒有意識 要救到什麼樣的程度 家屬沒有辦法和病人討論 亂成一團 要換腎的時候交代我的 那一天簽了醫書以後 醫院書以後 我就更健康的知道說 我的先生 他要的是什麼 一顧棒球教練徐聲明 生前再三強調 一定要讓他有尊嚴的走 不過國內風氣保守 簽署的人只有18萬 透過越來越多人響應 打破生死議題的禁忌 才能離善州更進一步 OK 這剛才說林杰梁醫師 有什麼人在台灣 林杰梁醫師 他是毒物專家 林醫師的朋友 好友 好友 所以你個人有跟林醫師有 起過人 只是online online 他這個事情 但是也是整個台灣的社會 都很關心 還沒想到 在最後那段時間 林醫師 林太太 他們 女兒沒中間 有默契 林太太 那時候我記得 他們這個事情 我們在社區宣導 幫我拿出來說 說他們太太 那時候就是 把我們機率搶救 不過就是 好像有一個 我還不記得是多久 一禮拜 或是三禮拜的時間 就是有這個限期 說這個期間來 如果先生 林醫師不夠好轉的跡象 他就要把管 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把管 然後他就開始出來 給大家 分享他這段時間的 心路歷程 那是林杰良醫師 那個棒球的 很厲害的教練 跟他有 是他的朋友 他也是突然間的 會記得嗎 大家知道這個消息 那位棒球的教練 他是突然間 在研究 在基督的時候 回來 這樣 不然他可能有先講 所以他太太也出來說 他先生的意願本來是怎樣 最好 他是這樣決定的 我們再來看 林杰良醫師的太太 他要在 反和療務基金會 他會做一個宣導短片 我們看他怎麼說 那是林太太 我覺得最後這一段 就是維持他原來的樣子 對小孩子 對家屬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已經建立了 安寧醫療醫院書 我覺得我跟小孩子說再見的時候 我已經替我的一切 都已經決定好了 當我走到人生鏡頭的時候 小孩子已經了解 我不再做任何侵入性的治療 只要跟我說再見 謝謝林太太 談女士她這樣跟我們分享 然後呢 再來 我來找 柯文哲醫師 有人問我說 什麼叫死亡 我倒過來問他說 怎樣才算是活著 在現在的科技 雖然沒有心臟 沒有肝臟 沒有肺臟 沒有腎臟 純粹用機器還是可以撐住 但是我們不免要想 如果一個生命 全部是靠這些人工的機器 這樣插著管子的時候 到底這個生命還有沒有意義 雲丁不能改變春夏秋冬 就好像醫生沒有辦法改變生老病史 所以其實雲丁只是讓花在春夏秋冬之間 開得好看一點 那醫生只是讓人在生老病史之間 活得快樂一點 那既然 生老病史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他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而且一定會存在 那何妨讓這種自然的過程 讓他能夠更自然更和諧一點 所以應該是這樣講 安寧療婦的真正意義 只是讓一個生命 值得去活 那死亡只是一個人生無法避免的過程 那如果讓他和諧一點 那如果讓他和諧一點 自然一點 那這就是安寧療婦的意義 怎樣才算是活著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認為你的生命是有意的 當然我們要盡一切力量去活下去 那如果那個生命是如此的不堪的話 那也沒有必要說一定要去勉強去維持 所以對我來講是這樣 認真的過每一天 所以安寧療婦並不是宵禁 他是很積極的 他是很認真的去過每一天 直到最後一刻 感謝喔 認真的過每一天 我們要說四道 道謝道愛道歉道別 其實一個完美的人生的終點 理想就是應該有這四道 我們能夠對該感謝人感謝對不對 對所愛的人能夠道愛 那如果有什麼遺憾也要跟人家道歉 那最後才是跟大家道別 所以當然最理想是在親友的圍繞之下有沒有 很自然的告別這個人生 寫下你說再見的方式 剛才在說那個四道人生 我聽到這個四道人生我就很感動 大家知道這個四道人生是什麼人開始去操控的 有的人知道 只有我去唱 台灣的陳大醫學院的教授 就是趙可氏 趙博士 趙博士他是推動台灣安寧療戶的法案的一個重要的推手 二十幾年前他推動 然後我們台灣這裡有這個法案 成立 趙老師當初沒法持心在創辦的時候 趙老師也投入很大的心力來幫忙 所以我在2001年受訓的時候 我受訓練的過程中 那三個護理師 就是對生臺病院安寧病房的安寧病房的護理長 帶兩個護士來跟我們訓練的 因為這裡需要雙語的志工就是 我們面對生命的危機的時候 文化很重要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醫護人員不知道怎麼放棧 因為他不懂我們的文化 他有時候我們的決定 或是我們跟那個 反省跟家屬 對我們那種的關係 他們沒辦法理解 所以就需要我們這個 知道我們文化的人來 幫助我們這個時候的 家屬或是反省 所以趙老師很關心 專求的法案 他做的事情不是只有在台灣 而是專求的 所以在美說 我們也受影響很大 所以這四道人生很重要 他那時候就開始發起說 我們每個人都要記得 最好都要做這個四道人生 道謝 道歉 道愛 道別 很好奇的四道人生 再來我們再看一位 孫悅 有什麼人不知道 什麼人是孫悅的騎手 孫悅是什麼人 說給我聽 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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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基督徒 做影心 他说他自己是终身志工 大家看他怎么说 孙岳 大家都叫他孙叔叔 对啦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岳 有一次朋友聚餐 大家聊来聊去年纪都大了吧 说孙岳 你又没想过死啊 我说我先告诉你 他是有步骤的 我41岁就开始准备我的老年 我觉得老年也可以把他过得很好 慢慢地慢慢地体会到老年可能会生病 老年可能会遇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 这时候开始我想到死 可是当我想到死亡的时候 我在想 死亡不是一个老人的专利 任何人都可能会面对死亡 2011年吧 我住了四次医院 每一次 都是差不多20天 什么原因 慢性 主塞性肺病 我装了四个支架 我的肺没够等 COPD 这种情况之下 我会想到死 所以 像这一类的事情 我已经不担心了 我在我70岁的时候 早已经让我的孩子们 我签好了 欲力 生前一祝 等等 今天在台湾 健保 算是全世界最好的 但是有一点 我们自己身为一个病患的 我们也为自己负责 我们想想看 如果说 我们有些未了的事 我们如何的跟我们的亲人 跟我们的朋友 或者是跟专业的律师 会计师 好好的来处理 另外还有 不见得说死就马上死 在死与没死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过得很好 这是我们人自己应该有的权利 不要放弃 上帝赐福你 写下你如何说再见的方式 大家都在跟我们说 要怎么说再见 如何说再见 这个过程中间 就是有提到生活的品质 生活的品质 我们自己要如何 我们家里的人知道 什么是我们爱的生活方式 我们如果没有说出来 咱会知道 这就是要最最受苦的事情 再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个阿嬷 她怎么说 这个阿嬷说 她要送出一份爱的礼物 来 咱来看他送出什么礼物 来 咱来看他送出什么礼物 来 咱来看他送出什么礼物 那边 咱来看他送出什么礼物 哎呦 对不起 我太爱了 那是一个阿嬷 那是一个阿嬷 那是个阿嬷 那是个阿嬷 那是一个阿嬷 阿嬤搬進來的原因是因為她膝蓋不好 她沒有辦法再住以前的宿舍 因為以前的宿舍需要爬樓梯 所以她就那個時候就跟她先生搬進來 阿嬤比較不忌諱談死亡的這個部分 她那時候觀念是應該是放棄急救的那個部分 是比較清楚的那樣子 我一個年輕的時候 我跟她相名說她搬到七十四歲 如果她要多幾幾歲 看她做人的事 所以她搬到八十六歲 她跟她一千萬眾 那時候我學生的時候 她說她要這樣 我們不算是要考慮她 她自己把四兩人而已 我先生本來就要背叉 要電影的人 她是比較享受生活的人 她就說這樣 她以前拿她多少錢 她都出去了 她搬到兩次都去外國去 都說這樣算了 出去了三十幾百塊 所以她會失去 當我之前見到 我只是想到了 我只是想說 我只是想想死 如果生死了 我不是死了 我不是死了 你是好生死 我不是死了 Son's Wind 我們也有一個個問題 所以就知道 我在想這個 поговор講 以前我就說 讓我們來聽說 別說什麼 也只是說有什麼萬一有什麼事情 我自己有這個人 加布亞在安寧冰院 剛才沒吃一碗 差不多三天 真好吃 會吃 每天都很好吃 加布亞在家裡比較不吃 比較不吃 要做營養社 做醫生說這是什麼營養社 聽起來 結婚 我會這樣 因為我不感 也是不太苦 他就知道自己沒有那個 就是說我說 以後你就要自己健康 給我下去這樣 這樣比較好 爸爸離開的最後那三個月 因為爸爸在江湖病房之後 我緊急從澳洲趕回來 那這段時間大部分就是我在照顧 他每次看到我這樣 我說爸爸你不要這樣閉 這樣不好 他說但是我 我要這樣省我 這樣太難控 他會這樣跟我講 他會用那種哀求的眼神 要我幫他把那些手腳都鬆開 因為我知道鬆開之後 他要做的下一個動作 就是要把尿管拔掉 所以我當然不能鬆開 我會靠在牆角躲在那邊 我就是不想讓爸爸看到我在旁邊 所以他在叫我 我在那邊這樣躲起來 我不敢反應 我不敢看到爸爸哀求我的樣子 對我來說孝順 就是去執行父母的意願 當然這個意願不是對錯的時候 我們是要順著父母 所以影響所及 我自己也是這個樣子的想法 所以我的孩子都知道未來要怎麼幫我處置 我實際上愛我們的孩子 也讓他們知道將來 他們怎麼樣面對父母 臨去以前的一些抉擇要怎麼做 以我做女兒的來講 似乎我好像有點殘酷 但是我不會告訴自己 我是在為爸媽而做 我知道這樣子對他們都是好的 雖然我也常常覺得說 不知道如果爸爸在做一些 一些侵入性的治療 會不會再多活一陣子 會不會好一點 我常常這樣 事後我再問我自己 但是我也會告訴我自己 當我們送爸爸到安寧病房的時候 我們要照他的意思 用安寧的方式減少痛苦 也讓他對生命留下美好的回憶 那媽媽這邊的話 媽媽要繼續走下去 所以他沒有辦法再承受這樣子的操勞 或許在當下做那個決定有點殘忍 而且不知道我到底做對還做錯 可是我只要回憶爸爸在那個浴缸裡面 那種安詳的樣子 那種病痛不在的感覺 我覺得或許我沒有做錯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候我们一回头看这里的展望好好的 想说爸爸喜欢爬山就喜欢这里 然后那天我们才一回家 刚到家就下大雨 我们就想爸爸就冲走了 但是那就是他要的 请问今天大家第一次听到福德 福德苏藏区的人请来唱 没有听得像你说的那么详细 有听过但没有那么详细 很多人都听过 福德苏藏区在台湾 我想现在是既行既流行的吧 因为很多人都开始有在思考这个事情 我个人也觉得这样对自己的处理我很好 非贵族连 所以现在来这里特别有说到一个我感受很轻 就是他这个里面的一个说他的爸爸在家库平房的时候 在家库平房的时候伸手伸在门村的旁边 我爸爸那时候就是这样 三个分裂过他就是都去用白条的 如果我们立起才能打开 因为打开我们可以看 我如果要离开家库平房 就一定我会把他拔起来 因为他的护理师不可能一直把你对在爸爸的旁边 所以那个过程很痛心 我们爸爸也是常常跟我比他刚才说的 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缘 要自己来做决定 我们做事实 所以他也是无法100%了解他要做什么 他发育做什么样的医疗决定 他如果不跟我们说的话实在是很为难 里面还有说到一个双连安养院 还有人没有听过 没有 他的出名和全球的法人 大家都在拜队 我也很想要去拜队 他很坏地去就对了 他的照顾其实不是应理的 那不是说整个社会有很多志工 在里面的服务 不可能有那个品质 尤其是生命不及这方面的照顾 是没有理顺堂说的 我还记得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因为我在做生命不及的关怀 所以有一年大概两年前吧 我就透过那九月一个实在的人 介绍我去参观他们 然后跟现在的这个行政 有一个机会 跟他了解说当初你们是怎么成立的 他说三年九月台北三年九月就是三个人 当初有决定说要做这件事 三个人开始 还有那片地 到今天 所以有有梦最美 我相信我们在座 很多人心肝头 一定还有未完成的梦 随时都可以再开始 因为我们生命就是要有意义 每一切只要我们有穿起 我们就是可以 关心我们的愿望 会开始就对了 所以刚才看这电影 大家有什么感受 可以分享一下 有个人可以分享 我问一个小问题 你怎么样选择过世以后 安葬的方式 因为我有一次听一个风水师 在Forest Long演讲 他却讲到说 佛葬的话适合出家人 因为他没有牵挂 他们已经出家了 就跟佛祖结缘了 那我们一般人是 他是认为土葬为家 因为古来就有一句话说 陆土为安 假使佛葬的话 那是陆墙为安 因为他不是一个一个一个 那是陆墙为安 怎样选择一个适当的 安眠的场地 佛葬土葬哪个好 他们有人说 台湾因为地很贵 适合佛葬 美国嘛地道物博 像Forest Long Ross Hill都很大的地 是不是仍然适合佛葬 对啊 你说的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最买的时间 我们来交代 最环保的是市长 这会叫后市 最环保的是市长 后市对啊 所以这要怎么回答 这其实你的心来会给你回答 怎么会知道自己心来要回答什么 就是要够去看 够去听 够来参加 一些社区的江泽 粘转 дела 加上重来会给你笑 这是我们老的 我们老的后边 如果我们老的后边 所以我们在 that 生命arily的冠牌 我們就要知道我們要打開生命的禁忌 才可以離我們散眾更多一步 以我個人的爸爸來說 我覺得面對就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我要面對我爸爸現在的狀況 我要用他的語言、他的方法來接觸他 希望他也可以得到最后的安靈和平安 再來為什麼我參與志工的活動 我覺得有一個有安全感的社會 是不能離開我們自己幫助自己 和我們公家的幫助 國家有的制度幫助,還有共助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一生都要自己自助 也要政府來保護、制度來照顧 也要不是家人的關係 讓最佳照顧與關懷 譬如說我相信在座很多都是在做志工 在Tarsal也都是志工的身份 在關懷社會的需要 讓我們信用和科學是不能分開的 欠一個就像教授剛才在跟我們說 林牧師在說的一樣 所以我們要怎麼讓這個社會 做會有這個安全感呢 就是要靠大家做會來 來創作我們人生最後一日落的價值 所以我們人生最後一日落的價值 是什麼 這是可以好好思考的一個事情 我這個就把它調過去 因為我們再來就是來奮兵事前醫療計畫 剛才我們葉會長有特別說 那很重要的 在那個便宜 你如果進去 一個小小的感冒也好 他都會給你問 因為現在已經全美國的便宜 都一樣 第一個就是要問你做還不 因為那十八歲以上就要去科路要做 這是一個法律的文件 好 這要把它skip掉 你有中文的樣本嗎 中文的樣本 好 這份 這份就是美法図心館來的聯盟 翻譯的 這個有中英文 文在簽的時候 都要用英文來簽 簽理 裡面都是打勾的選項 翁醫師待會給大家小小的介紹 有後邊也會拿一些免費的 這個可以上網當錄 我也可以把我的檔案傳給會長 所以會長可以傳給大家 這都可以自由下載 自由去印出來 但是在美國可以用中文帖嗎 還是一定要用英文 因為這頂頭有什麼英文 所以這有效 如果中文就沒有效了 這就是為了要服務我們在美國的法輪 這樣比較方便看 所以因為它有英文的關係 所以它是可以生效的 這是在後邊要簽理的時候 不要簽中文名 要簽英文名才有效 所以這個 我們早早把這個事前醫療計畫 事前醫療只是這料 是讓我們自己和家裡的人一個很大的禮物 來 這我剛才有說過 這是一個法律的文件 18歲以上的人都可以簽 這可以減少很多的衝突 家裡的人的意見不一樣 衝突 再來我來請王醫師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天他講到一個部分就是 這個部分就是維持生命的治療 因為這跟他那邊有關係 由他來說比較好 安心卡在這裡 我今天有帶一些來 剛才林牧師傅特別跟我們講一講 有關平安的事 什麼人想要得到平安 只有我一個 什麼東西 你在問什麼 平安 平安有沒有誰要平安 當然要平安 當然要要平安 要怎麼有平安 這可能要夜深人靜的時候自己好好想 要怎麼有平安 但是我知道 安心卡 這來玩就有機會有平安 還沒進來進行 還沒開始說安心卡進行 先給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公告 就是在 剛才有說的一點 在12月15日 在阿卡尼亞而已 很近的 這會比較有電位 待會我會帶一張在台灣會關 村的Flyer我會放在頭上 希望大家多多拿這個機會來參加 如果參加的人 那天安心炒法屋算了 就不用買了 這分就是用送的了 很難得 因為我們那個美法主審 有一個單位 他奉獻一筆錢出來 讓我們在社區做這種安心炒法屋的活動 只要有參加的人 有願意罪 把我們簽一個評估表 還有高等給我們 就可以送他一份 這一份要15塊美金 對 所以我今天有帶來 想要買的也可以 沒想要買的 就來卡這個電位 就利用這個機會來參加 那天 就有機會 可以整個廣中 玩一次之後 可以對自己做好 還有比較親力的了解 這很寶貴 安心炒是什麼炒呢 這是美法主審 在20014年的時候 發營的 夏天的時候發營的 怎麼開始呢 那時候 先說這個炒 這個炒就是英國的go wish炒 go wish炒就是好像撲克牌 但是它不是撲克牌 它就是一個end of life的concern 寶貴在上面 然後我們創辦人看到這個卡 之後 他就想到說 很多人都要撲那個撲克牌 然後呢 怎麼不要把創作撲克牌的方式呢 所以就去跟這個go wish的創辦的 這個單位來 聽說可以讓我們有這個習慣 因為idea從那裡來 所以說成了 我們美法就 改良過做這個 然後裡面 就是有50例的end of life concerns 都跟我們華人的文化 又拖路在來的 大家來看 安心炒的目的是要做什麼呢 是要讓家修和照護者 和醫療人員來了解 讓我們別人在生命 月季的時候的議員 他也是一個可以讓我們 可以促進溝通的活動 健康的人 也可以套過安心卡 來給家修理解 當自己生命 收到創傷 創傷 或是有病痛的 威脅的時候 會輸給議員 這個卡是怎麼算呢 這個卡 我們撲克牌都分析的花 那第一個花 我們從紅心開始說 紅心這個 這33種 都總是跟心靈有關的 關心 這大家等一下可以去 來看一個 久一個禮 我用說的 心靈有關的 一張說 我想要說我這四人 還有一張說 我希望有人跟我來祈禱 我又清菜 又拿一下 我希望我這四人 沒有遺憾 這是跟心靈有關的關心 再來我們說那個 紅症 紅症 紅症這13種 都是跟心靈有關的 那是什麼呢 一張是 我希望有先來安排我的 後師送禮 再來呢 我希望要交代 我未完成的事情 跟心靈有關的 還有一個 我希望我家裡的人 知道我遺囑放在哪裡 這是都跟心靈有關的13種 再來媒婚 媒婚所有的13種 都是人家的要求 人家的訴求 第一 他說 我沒有想要生為家裡的人 的負擔 再來 我希望我家裡的人 尊重我的心緣 再來 我希望我的親友 比較接壞 這種感染和訴求 最後一個就是 歐頭 歐頭呢 是什麼樣的訴求 是身體 跟身體有關的 我想要 大家bramstorming 我先不要跟你講 有什麼人可以跟我說 身體有關的 有什麼的感染 你的設計在裡面嗎 舉手的有講 對啊 現在假設你要設計這13張 請問你會設計 什麼 也是你剛才那個 講的那個 最後的那個 醫療指示 嘿 很近喔 等一下我給你講評 你說的那個就是 什麼醫療指示 啊 OK 這個就是 如果我沒有救 不要靠機器衛生 好 如果我沒有救的話 不要靠機器 讓我維持我的生命 這就是跟 不好意思 請問 怎麼稱呼你 Gl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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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感謝 等一下我來跟我請獎品 你講到一個 還有兩個來 還有沒有 有三分獎品 大家都 都這樣 你有力ik 你講 你們內 crystalline 功能 有機器 不會的 沒有 沒有 Quality of life 會長 還有呢 我希望外表整潔 這是不是Quality of life 是不是 是喔 外表要經濟 外表要經濟 那就是我插得像中火條 喔 中火條 是啊 還是說穿三次 後面空空 人啊 對啊 還有一個 Quality of life有關的 我想要家裡的人 找一些我愛吃的東西 Quality of life 你死之前就嚇得了 OK 我希望有信任的醫生 和清晰的助手 如果沒有這種重要的人 我們也不肯定有Quality of life 因為我們都要握上他們的照顧 我們會長 葉會長太 太先進 他都知道說這個腳要怎麼設計 我沒有再說了 都讓他講講 這樣會長今天會大眾 OK 好 再來 剛才已經跟大家說明說 有這個四個area 有一個很重要的感染 所以那天可以去的人車拿手 十二、十五、十五、十四個 在長榮地毯 對面不去 很怕玩 OK 好 使用安心卡 要怎麼使用呢 就是說你在玩的時候 每一個人到處都有一戶 你就四個火草分四桌 四桌每一桌上頭 搶你三桌 你覺得重要的 四桌沒有三桌搶起來之後 你搶起來沒有十二桌 十二桌你又照白 第一桌到十二桌 就是你的重要順序 我們那天安心查法會 我們會只討論幾三桌 因為沒有時間 現在你就可以回家 跟家人好好來講 所以我們在安心查法會的過程中 我們就是跟一個群組 來討論這三桌 我都分六人至八人 做一個桌子 待會我可以讓大家看 一些我們辦過的商品 做一個例子 在討論的中間 我們可以激發很多創意 好 這就是我剛才 已經跟大家普通說的 安心查法會 這是一個可以 哪兒喝茶 又哪兒來 擔心論事的地方 的一個指揮 這可以提醒大家 對面對我們希望的認知 還有可以選擇 我們村的生命 另外 很重要 就是 大家在生命背景的時候 個人的醫療照顧的選擇 生活品質的可能和選擇 和後續的安排 我們剛才都說了 這就是在我們 Arcadia美醫美醫院 20014年的時候 用它的 這個 演講 演講會議室 來辦這個 安心查法會的法檔 這個呢 是在北加州 一個 在世界日報的辦公室辦的 這個呢 這個呢 是在世界日報 你看那時候 這是我們 洛杉磯的第一場訓練 那時候 會拿到 那個 王醫師問他來參加 所以 他看到 第一次來參加 就是參加這個 所以他也感受到說 這個的那個 所以開始跟美法主席 有比較密切的 合作 再來呢 這個也是特別 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 台中的認證的 安寧病房的主任中 那個 就是 趙小峰 趙醫師 對不起 我講不通 他是 黃小峰 黃醫師 黃小峰醫師 他是 台中榮總的 安寧病房市主任 他也是 對這個 安心卡 覺得很重視 所以他在台中 他就是 集合他們的醫療人員 旁邊 就是我們的創辦人 Sandy 回去台灣 鑽定來主持 安心茶法院 來駕這些醫療人員 這樣修容 這樣用這個卡 來幫忙 打開這個月底 跟他的 學部的 翻證 還是家修 請問 Paliative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安寧 安寧 安寧 安寧是Hospice Paliative Care 是緩和 兩個很正的 兩個很正的 想要知道 等一下 我們到後面再說 所以這個是末期 晚期 再來我們去過 禁師書宣 這是今年三月也頒過 這就是在家裡辦的 所以我們有季工 訓練出來 來做 帶領人 只要你們 如果說家裡的人 集合有八個六個 你就可以來幫我們定義 我們就去 協調安排 看有季工可以去家裡 帶你們算不上 你看這個 這個 這樣一個人 我看是有兩台人做會 也有幾天 回來跟我們說 他們有 辦櫃三台人做會 他覺得很驚奇 三台人做會來討論這個事情 覺得很好 整個家族都 都給最知道 給最好的想法 給感想 說出來 議員可以讓生活更加平安 這張也是 這兩個 穿衣衣服的就是我們的志工 這都是訓練過 訓練說 怎樣 打頂撲克牌遊戲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祖媽媽的故事 這是在 二千國十四年發生的 因為就是來生安心卡 算了之後回去 沒多久就跟他們女兒說 他想要簽 Advanced Health Care Directive 事前醫療指示 就讓他媽媽簽 他們很高興 簽的時候 又在那裡 又做紀念 為什麼那麼慎重 跟大家說一點點 這個祖媽媽的背景 這個祖媽媽是女強人 他們到的事情 都是她在決定的 然後呢 雖然她這個年會 問題是 各種事情 都是要她做主 她如果說當 你做事實不可以簽 說簽也不可以當 如果不說 做事實也不知道當 也不知道要簽 也不知道要怎麼 所以她的女兒 也很煩惱這個事情 又不敢開嘴 所以他帶媽媽來參加這個安心卡 之後呢 有這種結果 他們整個結婚都很高興 這個媽媽在這裡 笑得很開心 他覺得說 他也了一個心願 他跟這個 要說的事情 說出來給她的孩子聽 然後沈起來 沈起來 沈起來籌籌 再來這個 因為你很少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 看得到人穿著手 看不得到 我念給大家聽 第一個問題 這就是 我剛才說的 簽譚了 這裡可以拿一個勉扶的腳 因為這些問題 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們收集了要去做通編 然後 有人要做research 第一個問題是問 問說 安心卡 安心地位 對我最大的幫助 是什麼 他說 給我一個 有系統的方法來 想我的生命 學期的意願 第二的 他怎麼欠呢 他說 在安心地位 裡面 我相信 他最不夠的 事情 是什麼 他說 我最不夠的 就是 大家都一樣 都不太辛苦 第三個問題 他說 這對我最大的幫助 是什麼 他說 這對我最大的幫助 就是 加強我對安寧 療療的方針 再來是 這給我最最不夠的 是 討論生日美式的外地 可以這樣唱所欲言的 台灣會怎麼說 要說什麼 不忌諱 不忌諱 可以說什麼就說什麼 不忌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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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再來 他說 對我最大的幫助 是 了解對師 夢正正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後來一個問題是 這個安心地位 讓我最受不了的是什麼 他說 我看見到那個母子 當時來參加這個安心地位 我可以當時聽到 一家人對生命乏期的習慣 他覺得這個很特別 再來 對他的幫助是 他對我們的建議是什麼呢 加強選倒 安心地位 讓各個多人來參加 我就是他派來的 所以今天會在這裡 因為他跟我們說 要加強選倒 所以也希望說 在座的各位可以加入我們 我們也隨時有那個消息 如果要訓練 住人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可以來參加 因為住人之後 回去你可以跟自己的社區 跟自己的朋友親家裡 自己住而已 再來 他說 也是意想不到的 So many thoughts in common 大家想的都很一樣 還有的幫助是 可以趕緊完成 應該做的事情 再來 可以想很多意見 再來 可以對家庭有很好的幫助 在生活和在工作方面 好 這樣 時間好像已經到了 我們 真希望 大家可以做回來 創作人生最好一條路的階段 今天就是 無法再演練 時間已經到了 在這裡 也要祝大家 在歲末的時候 年年 年年 年年喜樂 步步平安 謝謝大家